欢迎收看台式新闻全球现场我是张宁 新开小带您关心到 酒驾上路被警方拦查 张化一名男子跟同事一起相约喝酒吃饭 酒后骑车回家一路上是摇摇晃晃的遭远景拦下 男子呢开始使出了哀兵政策 企图要拖延酒侧 但由于他身上有着浓浓酒味 警方不采信他的说法 经过酒侧数值明显超标 被一公共危险罪嫌一送法办 男子跟远景要了两瓶矿泉水 打开瓶盖猛罐水 说是要先激腰一下 但他全身酒味显然是喝酒了 男子骑车一路摇摇晃晃 被远景发现蓝茶 他说自己是赶抠郎 刚从工地下班 连饭都还没吃 骑车外出就是要买晚餐 远景对男子进行酒侧 不知道是太紧张 还是第一次酒侧呼气不足 就这样折腾了至少三到四次 才终于完成酒侧 来来来来来来 好来 我们一起看 酒侧值0.66明显超标 眼看骗不了 只好坦诚只喝了两瓶 周性的男子不断说肚子饿 想要吃东西 想要喝水 借故拖延时间 想要降低酒侧 短时间内 吃东西或者是饮水的部分 并不会降低酒侧值 好运来店门口遭蓝茶 还没迎来好运先被开单 男子并无酒驾记录 不过这一喝 罚钱扣车还得上法院 让他直呼 这运气可真备啊 既然带容貌 张博报道 我可以讲 家里的行为 然后这种事